曬出腫脹小腿 右腳比左腳腫了一倍 台中市長盧秀燕前陣子跌倒 威脅管破裂 在臉書上亮出照片後 宣布跟市民告假兩天 鬧出另一頭對手蔡其昌沒閒著 召開千人敘事大會 主打五星市長陣線 找來林佳龍 鄭文燦 潘孟安一起站台 我對他非常有信心 台中市長的選舉 輸贏會很少 輸贏會在10%以內 這次市長選舉 家龍要做其中最大的後遇 林佳龍這次台中市長的選舉 是盧秀燕的克星 因為我最了解台中的建設 大咖力挺衝生士 偏偏在綠營推出的六度提名人中 民眾最欣賞誰 蔡其昌只拿下2.1% 敬陪莫座 遠不及陳其邁 陳時中 林佳龍等人 甚至根據另一份媒體民調 年底藍綠對決下 盧秀燕支持度55% 蔡其昌只有22% 兩人相差超過30個百分點 民調或許是盧市長最大的安慰劑 他如果覺得這樣他可以比較安穩 那我其實沒什麼意見 一個人睡覺如果睡得安穩一點 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提出政見 我們讓市民感受到蔡其昌 是一個行動派 我們能夠改變這個城市 現在就看這個綠營行動派 能不能打破藍軍鐵板一塊 環宇新聞洪世成江柏惟 張亞豬 台北台中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